有些花生新闻跟大家跟进 今次是港台 被前dj爆料 电台施压向dj指定要播一些歌曲 亦不可以播一些歌曲 首先因为资讯太多 公说公有利 大家自行判断 这里纯粹是依照dj爆料的内容来做个跟进 大家怎样看就要自行判断 首先在25号传出原来港台有一个禁播名单 里面分别是包括黄耀明 何韵斯 这些敏感人物 还有 Rubberbank Sea All 都是禁播之一 另外还有答名一排 一些组合 Deerjin 方浩文 Serrini 然后连同谢安琪 许廷亨也是在这个名单之内 当然这个纯粹是网上的流传 而最后说到也就事件作出了一些回应 而那些深水清的人士就发现 如果当日的金曲颁奖例似乎就 当中这些禁播名单的list里面似乎是只有 Deerjin 是有出席的 早前那个记者发布会金曲颁奖例 未知是真的假了 还是有些不同的单位又尝试去做一些攻击 还是怎样留待呢 观众们自行去再作判断 港台回应一个公关式的回应 他们说一直都支持本地的中文流行音乐发展 而主持都是以专业的角度去选择 最适合节目的歌曲来播放的 但是其实言语之间他就没有明确否认到 是否有一些叫做禁播list 没有就此去作正面回应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对于金曲颁奖例会否邀请上述底纸 网络传出的一些禁播名单的 嘉宾单位 会否邀请出席 港台就指 各个掌项的 候选资格 评分准则和比例 都会公开的 掌项的结果也会交由 会计师去核算 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也是一个官方的 很官方式的回答 究竟会否出席似乎是没有正面作出答复 到时看到有就有 到时看到没有就没有 如果到时没有 你再去问为什么没有 颁奖例最大目标是激发 本地乐坛不断创新求进 任何 按机制被评分为 值得加许的台前幕后音乐人 均会获奖 即是 很涵盖 说完了 到时没有 才再问他为什么 其实应该会是这样 这个答得 很圆滑 就是把传媒的 媒记的 追问太极色 就一下 射走 当然做一次就是他似乎是没有正面 回应 这一班 歌手会不会是出现 还是不出现 到时是要平分平原 才知道 现在也有统计就是说 就是对上一年 其实当中 也有很多人是拿过第一位的 一些派台歌曲 例如 邪安琪 See All 还有 Rubber Band 也有是拿到第一位 甚至 Serrini Dear Jean 也有一些歌 上到旁 但是 来到最近 特别人 尤其是两位 已经自立门户 自己开设公司的 包括 许廷亨 他一个自许记录 的首支派台作品 发系人身 没有入榜 亦变成了大书家 完全就是 赔错 刚刚完成的 那些奖励 有点惨 反而这首发系人身 在商台和新城都得到榜售 但是 商台一样都是复活 可惜 来年 即今年要努力 许廷亨 不要做那么多 评判导师 专心 搞好一些歌曲 今年 亦有一首歌 但是那首歌 又被 批评 与 Dear My Friend 是很相似的 封面 有时 不要与那么近的 相似 不要说他抄或不抄 你没理由 设计 那个 设计的封面 你没理由不知道 人家Dear My Friend 跟你这首封面 那么相似 没理由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 照出街 当然 也是被人说 这首歌是等待上网中的 去那首新歌 另外蔣奇那边 也是成立了公司 也是吃八果 尤其是 叱咤那里 成庄出席 忘记了有没有罗那里 好像印象中有没有 领掌 叱咤那边 又上江明顶那里 出席各样 结果空手而回 也挺不给面 又不要说给不给面 你的歌 公司觉得不好听 电台 电台觉得 学得没够好 没有奖 然后早前 新歌就是 屯元雪 全军丰勃 也挺惨 近年的 奖旗 在奖项方面 看回这位 梁德辉 爆料 前 港台的第二台主持人 他很厉害 2004年 已经入行 去到2020 去做健身教练 还要做健身教练 参加比赛 但他那些 很健身的影片 相片的解像度 比较低 没有截录进来 都入行17年 突然间大爆料 言语之中 也挺偏激的 这位 Eric Leung 首先 如果你在公司 周不时 会因为播错歌 被老闆召费 而 召费的原因 千奇百怪 例如 你播放红卓纳的 《黑心境》 高层就会说 这首歌很古怪 无端又吃碗猫面 你播放南逸邦 罗凯童的 又会被人召费的 这首歌太过灵类了 客人不懂得听 听众 只是赶客人 又罵 他试过播出鸡饼 原来对本地乐队 叫做鸡蛋精肉饼 其实也不知道 你不播也没人懂 这首歌也会被人召费的 又被召费的 然后 又去到 如果播 他试过播 林海峰软眼的歌 一样被召费的 因为人家是9月3 如果这里就似乎 似乎不太好 你播《软眼天司》 去到很久之前 大方点 没什么所谓 如果是真的话 当然如果他这样大字报写完 他又不会 拿这些东西来靠非 还有 留意他 港台那边是没有否认 这些指控 即是回避了 没有正面否认 高层也指明 某一些歌 要重点播放 然后甚至 你播完 还要是 WhatsApp 给监制证明 你有播过的 也挺麻烦的 他说 他还豁糊 有多自由 很不自由 我喜欢播什么都不行 没办法自由地 行使自己的播放权 会提供 某五首歌 你怎样都要播其中一首 或者可能有些人听话 播完五首 当上班没什么感情 你上头要播什么 就播吧 我上班 但如果有些使命感的DJ 他就 希望 那个节目 是属于他的 但我们小时候都经常听 当年也有很多 很有 风格的DJ 他会很识心 为了当晚 例如最近 那个时事有些 不知什么的发生 例如 最近新鲜滚热 你葵中村 封 封区 又加多了两天 可能有些DJ 他的触角很敏锐 他记得 某一些歌 那个意境 就很适合 在这个时候播 他很希望 很有心地 去 全晚的节目 从头到尾播哪一首歌 甚至第一首要播什么 最后一首要播什么 去到埋尾结尾 中间又播什么 推一推高潮 原来 也有很多限制 当然我们要是 建基于相信 Eric Leung 说的 如果你不相信 只能够当花生一质 看完再去 自行评价 Eric 整篇文章也挺有编辑的 又指 中文歌曲《龙虎榜》 里面的会议成员 他质疑 里面其实没有多少个是做过主持 兼够有听开歌 对这个会议成员的 应受性或权威性 是抱以 极大的质疑的 甚至举例 方大同事 有一首英文歌 明明是英文歌 居然 入了中文歌曲《龙虎榜》 然后 港台也回应过 支持中文歌曲 当然这里 好像要勉强找一些东西来说 当然你两边看 如果中文歌曲是否 华人或方大同 其实也不知道 算是香港人 台湾或大陆 各语又唱 应该都是香港 香港土生土掌 这一时带出了不肯定 如果香港歌手 出一首英文歌 又不能入榜 还是怎样 这个技术上 情况就留待 大家再去跟进 另外有 Tonic 一首 《长商丝首》 当时是很热的一首歌 竟然 在自己的电台 迟了几个月才上来 完全不贴地 完全偏离航道 这就是Eric的一些见解 最后他 严重地指 港台与TVB合办的 金曲颁奖例 亦作出一个几激烈的评击 无谓 我无谓在这里转述 然后又认为 港台现在的影响力 根本大不如前 就是 即使你的歌曲被他们禁播 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 似乎他都相当 总之 似乎宇大 都是很愤怒 甚至 似乎从他语吊 都很讨厌 旧公司 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那么激进呢 这方面 如果观众真的要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弄得这么激进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了,最后更加以港台问好,然后说是乐坛寄生虫,挺不给面子的,对自己的旧公司 今集的报道来到这里,大家看看这位哥哥的指控是什么一回事 留待大家自行去探索,今集来到这里,有什么想法下留言